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维眼目放图纵46.2厘米 横429.8厘米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幅画表现了马夫放幕皇家御马的壮观场景 画面上共有1286匹马和143个人 气势恢弘 充分展现了群马城市的壮观场面和作者高超的绘画艺术功力 作者用诗笔蒙墨勾描近处山坡树木 用甘笔淡墨勾村西岸钢埠 对人物和马匹的勾画不论远近均清晰突出 画中的马匹和人物都用墨线勾勒 线条挺马有力 眷手为启示 诸马不相让 奋提向前 把观者的视线迎向前方 一大批侧马的马夫浩浩荡荡的巡视牧场 场面庄严肃目 气势逼人 画面中断以后 一千多匹骏马千字百开 有的低头觅食 有的追赶熄闹 有的狂欢奔跑 有的就地翻滚 此卷的后段逐步转入悠扬闲境的围声 那些先出马就的马群 经过一番激昂亢奋的奔腾后 已显疲倦 宜然自得的血卧在地上 远近错落 时隐时现 全卷的气势 由雄壮刚净 转化为柔和平缓 构图从密集紧凑 建成疏松流畅 肤色精细 而无滑贵之气 画风清雅 淳朴温润 足见画者功力之深厚 说到这里 就不能不说到 林维言目仿图的作者 北宋著名画家 李公林 李公林自博史 安徽书成人 李公林 上画人物安马 山水及历史故事 运笔如行云流水 善用献苗 多不赦瑟 造型准确 神态生动 存世作品有 林维言目仿图 无码图 丽人形等 李公林 李公林 李公林酷爱画马 他开始的时候 一直苦于没有好马 作为临摹的对象 有一天 他无意中经过御马厩 发现这里 有数以百计的好马 包括西域各地 进贡的老马良知 李公林顿时 喜出望外 他常常找各种借口 到御马厩观察马体 并照马写声 时间长了 御马厩的马官就不乐意了 一次 一位马官终于开口了 李大人 求您以后 不要再画这里的马了 李公林以为 看马画马 影响了马官的工作 连忙道歉 马官却说 您画的马实在是太有神了 我怕您再画 会把这里马的精气神 都给画走 我就不好交差了 也许马官的说法 有些夸张 但是李公林画马 的确是一决 后来 请李公林画马的人 是越来越多 就连他的好朋友 大文豪苏东坡 也专门写诗称赞他 李公林擅长画马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当朝皇帝宋徽宗召集 是一个爱好绘画的人 他最喜爱的就是建上历代名画 一天有人进贡了一幅唐朝大画家 维言画的木放图 维言出身书画世家 特别擅长画马 皇帝见到这幅画后非常喜爱 经常拿出来欣赏 而且总是向别人赞叹 这幅木放图堪称举世无双 恐怕本朝都无人能画出这样的画 这时有人向皇帝说 回到家中 李公林想 如果只是完全的临摹 为眼的木放图 会因为太拘泥于原图 而使绘画显得呆板无声器 那么 怎样才能画的既不走样 又有新意 令皇帝满意呢 仔细构思后 李公林决定用他的绝活 也就是白描手法 创造性的临摹木放图 白描是中国绘画的一种非常重要 也非常健功力的表现手法 特别适合描绘人物和走兽画绘 李公林运用简面的墨线 生动地描绘出1286匹马 不同的形态 画中的每匹马不超过两寸 可他们的动态 方位 茅色 千变万画 或距或赛 或月 或利 或吃草 或饮水 或卧 或翻滚 都非常生动 画中马夫143人 或骑马 或步行 李公林通过白描的手法 画出了他们不同的脸型和精神状态 栩栩如胜 孙慧宗一见这幅 临维眼目放图就爱不释手 将李公林的临维眼目放图 与维眼的目放图一并交由宫廷中的内附珍藏 李公林的临维眼目放图作为皇家收藏 一直被完好的保存在皇宫里 到了明朝 临维眼目放图又成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最爱 明朝红武三年的一天 朱元璋又在书房里欣赏 临维眼目放图 临维眼目放图 画幅展开 只见画中有骏马一千多匹 牧场刚托上 马群如同汹涌翻滚的波涛 雄伟壮观 整个画面回转流荡 使观者深感行神兼备 气息流畅 朱元璋被深深的震撼了 不禁感慨万分 这位靠在马背上攻城拔债 夺得天下的皇帝 不禁想到了自己率领千军万马 驰骋战场的龙马生涯 朱元璋出生贫苦农民家庭 很小的时候 以给大户人家放猪放牛为生 后来家人死于栽荒 孤苦无依的朱元璋 只好到附近的寺庙 当了和尚 兵荒马乱 寺院也难以维持 朱元璋只好四处流浪 吃尽了苦头 后来朱元璋前后历经 十九年的东奔西走 南中北战 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兵族 成立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 身经百战 终于在1368年 夺得天下 登基称帝建立了明王朝 想到这里 朱元璋更是新潮澎湃 激动不已 急性在林美眼目方图上 泼墨辉豪 写下了这样的诗文 朱元璋更是新潮澎辉豪 朱元璋更是新潮澎湖 方今统一天下 其间跨和月山 飞擎贼侯 崔尖敌破雄镇 美思历代创业之君 未尝不赖马之功 今天下定 其部居安四威 思得多马 墓于野骄 有异于后世子孙 时有房边 欲患 全诗表达了朱元璋对马的情有多重 赞颂了马在君王打天下和宝江山中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是对李公林林维眼目方图化作内涵和主题的深化 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林维眼目方图上留下笔记的时候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日后还会有另外一位皇帝在这幅画上提拔调侃自己 那么这位调侃朱元璋的皇帝又是谁呢 朝代更迭 时光不缩 林维眼目方图 后来落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的手里 乾隆一向喜好诗文书画 一日 忙中得险 乾隆皇帝夺顾来到宫廷中收藏书画的地方 想欣赏一下乾朝的明家真品 恰好 庄表公正在表胡一幅画 乾隆不禁凑上前去观看 这一看不禁让乾隆赞叹不已 这幅画正是李公林的林维眼目方图 更让乾隆感兴趣的是林维眼目方图上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诗文 乾隆一时兴起 也在林维眼目方图上提留了一段法文 向于卷中见明高帝末迹 英气洒洒 蹦露豪处 黄赌其仪表 初看这些文字 好像乾隆在夸奖朱元璋 说其末迹是英气洒洒 可再细一品味 却别有一番韵味就在其中了 乾隆一上来就点明 这是朱元璋的末迹 指字而不论文 把朱元璋毫无文采的丑处突现无遗 英气洒洒 洒洒指风声 洒爽意为精神好 而单一的洒字却有凋零衰败之意 这正是对朱元璋软弱无力自己的讽刺 更绝的是下一句 黄赌其仪表 历史上朱元璋的容貌是出名的丑 绘制为异象 直言说 就是字迹如丑陋的仪表 当然 这也只不过是后世的乾隆帝和前世的洪武帝 在画上开开玩笑而已 都不会降低朱元璋诗句的内涵 林维言目仿佛 距今已有近九百年的历史 朱元璋不堪细究的书法也好 乾隆皇帝的调侃 拔文也罢 都为这幅画增添了许多的韵味和情趣 更显出画作的弥足珍贵 在流传至今的古画中 像林维言目放图这样 即两位著名皇帝所提诗文于一身的 并不多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抗战期间 唐代画家维言的目放图流失到日本 后来毁于战火 而李公林的林维言目放图却幸运的流传了下来 他现在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和您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